这个美宝林的眉笔 我用了之后非常好 之前觉得这么便宜 就买一支试一下 因为其实一直没有找到非常好的眉笔 这个买了之后用了 这一下子我会换眉毛了 感谢观看 美宝林的眼睫毛刷有很多种类都很好用 这一款我之前也用过 也非常好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喜心厌旧 喜欢去发掘新的产品 这个眼睫毛刷也非常好看 这颜色看上去好像比较俗气 但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头是有弹性的 所以你刷的时候就非常上手 然后价钱也是便宜到晕 这一款它是volume 就是很浓密的 我也用过 还可以 但是没有像它说的这样 这么浓密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它持久性挺长的 我放在手袋里 好久 几乎一年了 它都没怎么干 还可以用 所以还是可以试的 还不错 这一款的眼睫毛膏是Loreal 新款 因为我看它的设计非常漂亮 所以我就买了 用了之后也觉得挺好的 我就几个换着一起用吧 这个也很推荐 就光线不太好 这样吧 这款呢是Covergirl的 我也是马来试过 但是非常令我失望 用了一两次就扔了 为什么呢 它刷上去之后 非常非常难的去卸妆 硬硬的 就是你几乎要把眼睫毛 全部都扯断了 你都洗得干净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非常不推荐 这一款 大家看清楚了 是这个 我已经扔掉了 这一款我之前也用过 是叫做 Double Extended Two Steps Mascara 用起来呢 它还行吧 不是非常推荐 反正就没怎么用完 它两头都可以的 但是那头白色的呢 有时候涂得不好的话呢 就是黑色的也覆干不住 所以还OK了 我现在说话 可能戴着口罩 不是很清楚 可能戴着口罩 才能给您打得很漂亮 ELF的眼睫毛膏我没什么用过 比如说有用过的小伙伴可以推荐一下 发表一下意见他们感觉怎么样 它这边有几款颜色不同 蓝色的 白色的 黑色的和红色的 这个牌子的Beauty Blender挺好用的 往来是比较推荐的 美宝林的这个是修容神器非常好用 非常推荐 我会扫一些货 它在有的商店会经常缺货 就这样 但是要注意要选一个你比较适合黑色的颜色 我选了一个就是比较粉红的 这个颜色挺好的 可以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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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比较顶着 这个是比较小伙伴的 这些小伙伴的 是比较的 比较ertos